但在今天盤中传出了有食用油的风暴 投资人很担心会不会阴影再度笼罩食品类股 请教您投资人该特别留意的有哪些的个股 而除了该避开的利空之外 是不是也有一些利多可以期待的族群呢 我想其实盤中的这个食用油风波 当然就受牵连的当然就是所谓的食品股 那在这个部分呢就在短线上 其实这个类股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要先行避开的一个 一个族群 那么就今天的一个结构上来看 金融股仍然是一个政府撑盘的一个重点族群 那么在电子股的部分是本波反弹中的一个主流族群 但是在现阶段呢反而是遇到了一个月线的反压 也让整个营收公布优于预期的一些个股 难以维持一个比较优质的表现 尤其是在整个大盘的指数空间受压抑的情况之下 大盘接下来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么我们要留意的族群大概就有 近期因为这个整个政策推行 这个行车安全的一个胎压侦测器的一个概念股 包含在2231的维生以及2115的F6灰 其实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全球都会把这个胎压侦测器 列入在整个汽车的一个标准配备当中 因此会为这个产业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动能 所以说可以趁这个地方可以峰回的时候 分批做一个切入布局 那么在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则是以独家组装的一个iPhone 6 Plus的鸿海集团为主 在中国大陆的热卖让红海整个组装线赶功不及 所以可以预期接下来的第四季财报 将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在整个日币贬值的一个受惠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面板零组件当中的一个偏光板 在奇美财的部分也是近日表现相对来讲比大盘强势 那么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我们还是以红海集团为主 包括在红海跟红准的部分 也是可以多加留意的 那么在接下来大盘如果有压回的时候 这些类股都是成为投资人可以值得留意的一个表地 是的 非常谢谢分析师 刚才提醒大家这个胎压侦测器方面的商机 还有苹概股的利多